大家好,我是嘉婧阿姨 衣食住行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我在以往的视频里头 从来没有就穿衣的问题和大家交流过 今天我就想说一说 以往没说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衣服都穿得挺将就的 不上档次,也不是特别的讲究 所以就没有专门来说过这个 实际上我就想 生活中你这个人长期以往的穿衣的习惯 时间一长了 你就会有一些自己的小个性蕴藏在里头 我呢,就是觉得我自己穿衣服也是挺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的 不知道各位朋友发现了没有 比如说这个领子吧 我就特别喜欢穿这种 就这种戴边的 就这个领口和这个身上板差比较高 就这种叫什么呀 用那个服装行业术语叫香边滚边 就这种有点装饰性的这种领子 就这类的衣服哈 我以往的视频里头也不少 比如说这一件就是黑边 这个蓝边 还有呢 其实我就是这种领子 特别明显突出的 反差高的 这种装饰的领子 那个衣服挺多的 还有这件 还有这个 还多了 就特别喜欢这个领子 这个 就是怎么说要亮一点 跟这个衣服反差高一点的 就这种 再说说这个颜色啊 就是我平时穿衣服最喜欢的颜色 就是白色和蓝色 蓝色呢 就是蓝色系 基本上 什么那个天蓝 浅蓝 湖蓝 那个像孔雀蓝 这个这个就是稍微有点偏差 什么灰蓝 基本上都可以接受 就是蓝色系 白的呢 就是很喜欢就是 白点黑花 白点蓝花 就是反差比较高吧 就这种的 这里买衣服的习惯哈 有的时候就这件衣服 我一穿挺喜欢的 有可能我就买两件 因为我现在不是经常两地生活嘛 就会多准备一下 这个穿衣服的款式哈 我年轻的时候 喜欢穿套装 职业妆 喜欢那个 就穿衣服 有整体感 嗯 喜欢有这个 有腰身的衣服 现在呢 年纪大了 就这个人啊 年纪一大 不论男女啊 你就是保养的再好 就体重没有多重 但是这个腰 它会逐渐越来越粗 最后你就就越来越老呢 就会这个是枣糊型的身材 我现在虽然没到早不行吧 但这个腰围呢 比以前大了很多 所以我现在的这个衣服的款式 上衣就都是这种裙装类的 基本上上衣都是这种长长短裤衣的这个小裙子 啊 裤子呢 特别简单 要么就是肉色的 要么就是这个黑色的 我今天穿的是个脸顿 那个脸顾袜 有的时候就是那种这个脸顿裤子 都是这样穿 这种款式那个上衣的特点就是 宽松 穿着舒服 遮肚子 遮这个肥腰 但是呢 它不显身材 显得有的时候穿不好 还会显得胖 那无所谓了 都这么大年纪了 是吧 我呢 昨天收到了 从国内寄过来的这个三件衣服 还没有试穿 正好呢 我就想今天咱们聊这衣服 干脆我现在给它试穿试穿 让大家帮我参谋参谋 看哪件好看 这是一件五分绣 绣花的 我喜欢这种带丝绣的 很宽松 我估计这个 麻的这个面料哈 洗完了之后 可能还会缩一点水 应该就是不合身了吧 很长反的 有点看不到了 这是第二件了 这第三件料子比较厚 应该是秋冬 就是天冷的时候穿吧 这腰上还稍微有一点肥 我可以给它往里头收一收 我经常就是买过来衣服 不合身的话 自己稍微的小改动一下 看这个腰这儿还可以再收一收 看这领子就这种 又带这种装饰 然后还是蓝色系的 我基本上看到了 就不想换过 心里就会种草 一二三 每件好看呢 您给说说呗 再见